今天由唐高爾夫酒店出發 因為今天要參團 要跟麗大隊出發 剛才已經去韓客做了一節 看了學院和酒店的樣子 排巴車了 今天第一個景點 就來到石林 就跟到阿斯馬 我們就要上這輛車了 拿著門票進入石林 這什麼樂器啊 這什麼樂器啊 可以看到石林的船廟 這個叫四牛汽水啊 這個叫四牛汽水啊 130元門票呢 有100元 這個石林的門票 一定要在這裡拍一下 這個原味吧 在石林的船廟 石林的船廟 這個船廟很貴貴 23分的船廟 阿斯馬的船廟叫大龐巾廁 對呀 你明明說它 像什麼就像什麼啦 那麼 你看 這邊呢 什麼也沒有 所以這裡呢 叫做櫻陽劍 聽說這個人心果很出名 我記得我從上海去南京的時候 又有這個恐龍生日服務站 那麼多食物 先吃雪糕先吧 我們請看看 天花板的形狼 上一次二樓 有些恐龍在那裡 機動的 可以動的 哦 煎些懷山 普巴士 吃火鍋!這麼豐富! 像剛才在服務站不吃那麼多食物 這一餐吃火鍋! 都很多食物 今晚在吃飯外面 人少一點 點火沒有那麼危險 終於可以近距離看出火鍋! 這家妻子很漂亮! 金水印象酒店 6時8時就出發了 昨天我們煮的事就是楚雄 現在我在大理電視故鄉 看一看 應該是白族 原來去搭船 大理大人 九十幾個巴仙 是白族人 不是因為皮膚長得白 是因為他們喜歡白色 送上白色 這個導遊就是白族女子 我們坐船過來 這裏就叫金梳島 金梳島 好像旁邊有個銀梳島 千年的暴雨島 魚鷹捕魚 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些就叫魚鷹 那最後的月亮 其實就是它整個包頭的造型 彎彎的像越南一樣 拍攝風花雪月 還有那個海灣 一層就是普通人家 兩層是有錢人 三層就是觀惑人家 三層是在原地 他們有錢 他們也在外面 他們也在外面 這當然是在外面 原来龙宫里面也是中雨石洞 这就是龙宫大厅 差点迷惯 出口入口都不清楚 这就是女人当家 刚才也没有留意 原来船也叫金梭号 白族特色餐厅 这里有个网红打卡店 还是不要上去 进来这里走走 这些小菜就是炸五公炸蟹子 云南十八怪 我们坐电瓶车进入古城 有个白族金花 大理城门 进入城门 其中一项是牛奶造成片片卖 有三口井 这里 原来这条巷里面 全部都是吃的东西 牛奶造成片片卖 就是很辣黑糖 这里是断肺人雕梅 其实这些东西是干细的 这样 表面有很多 好, 落車 这条路长是三公里,武汉都走过最繁华的一段 文庙就是孔庙 虽然是庙,孔子不是神仙,所以可以拍照 洋人街,洋人街叫护角路 最多是酒吧,疫情前有很多洋人在 美食城 大理王府美食城 它是不是牛奶做出来的,所以叫鱼仙 我吃的是云南十八怪之一,烤鱼仙 加了酱汁和甜甜的 这个美食城,导游时间太少了,十分钟 云南十八怪,哪里吃得完呢? 大理古城很大 这条男子叫做大理男子 出回大理城到这里了 大理古城去完毕,上车先 四个人一架一部车 你们坐后面吗?我坐前面 原来这里可以拍吉普车照 又可以拍一个天空之镜 有羊头啊 哇,花海很漂亮 今晚是碧海鱼香 你看它好像茶 其实是糯米酒来的,很香 很香 雖然是温泉酒店 但哪里有人浸温泉 还要去买泳 温泉 对面有泳池 温泉酒店 里面有私家温泉 多爽 有浓温泉酒店 还有蛾 还有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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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蛾蛾